4月29号,大熊猫如意和丁丁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亚岸避风峡基地正式启程前往俄罗斯,参加科研合作。 记者了解到,大熊猫如意为雄姓,2016年7月31号出生于保护研究中心亚岸避风峡基地, 大熊猫丁丁为雌姓,2017年7月30号出生于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瓶基地。 记者现场看到,保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将如意丁丁装进特制的运输笼并放入充足的食物,做好出发前准备工作。 欢送活动结束后,载着两只大熊猫的车队缓缓使出保护研究中心亚岸避风峡基地前往成都双流机场。 据悉,为保证两只大熊猫顺利抵达俄罗斯,中俄两方均做了充分准备。 保护研究中心按要求对两只大熊猫实行了隔离检疫,并落实专人饲养定期体检。 俄罗斯莫斯科动物园为迎接如意丁丁的到来,按照中方专家建议精心改造了大熊猫馆。 场馆设有多个分区,包含两个室外运动场,两个室内运动场, 以及专门的大熊猫食物调制间,竹子保鲜室,监控室等。 保护研究中心此次派出了经验丰富的训养师和兽医专家随机陪同前往, 直到两只大熊猫适应新环境。 对两只大熊猫进行了为期为一个月的隔离检疫, 然后期间我们对两只大熊猫进行了一个体检, 我们也给它用了预防寄生虫的药物, 然后从这些结果来显示两只大熊猫都是非常健康的。 待它们那边再相对稳定一下之后, 我也会对它们这个血液进行一个再次的采集, 来确定这项指标的正常。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王平峰告诉记者, 为了能让如意和丁丁尽快适应在俄罗斯的生活, 俄罗斯团队准备了多样化的食物, 包括多个品种的竹子、竹笋, 还会按照专业的配方制作精丝料, 除了吃食,还要在大熊猫的精神方面多加关注。 在他的那种精神方面, 我们也会怕他有害怕这些情况发生, 比如说对环境不熟悉,有应急反应, 我们就饲养员,还有他们的饲养员, 和合广的饲养员, 我们一起对他进行抚慰, 给他多交流,多抚摸,多接近, 让我们互相更熟悉, 建立更多的信任, 让他更少的应急反应, 更快适应那边的生活。 感谢观看